今天介紹兩位美女 跟大家見面 介紹梁小姐 我是Amanda 我記得梁小姐 因為梁振英 全香港很多人都姓梁 沒有689那麼出名 以及你那麼出名 這個太過獎了 今天蕭公子介紹我認識兩位 我是60多年來第一次認識女生 是蕭公子介紹的 幸好你又說了後面那個 蕭公子你很少介紹女生給別人 從來沒試過 從來沒試過 他很難留下幾容 這麼有趣的人 好像很多XXX的 這麼有趣 探長多介紹很多女生給我認識 介紹了起碼兩個以上 都適合談的 蕭公子就收起來 不知為什麼 剛才你說過 今天兩位美女上來 當然講一些爆炸性的題目 不爆炸性就不好聽 只有女王爆炸嗎不行 她只有爆炸就沒有個炸字 你們兩位起碼有爆炸 一個爆一個炸 我今天做爆炸 對呀爆炸 我想一下題目 就是講一下香港式戀愛 港式戀愛跟港式奶茶一樣 非常之有特色的 不知道你們兩位 肯定有豐富經驗 又可以談談 剛才說被人豐富經驗 我怕被人打 不是 你觀察也有 其他人也有 有有有有有 古靈精怪的 古靈精怪 港式戀愛 我觀察有幾個特點 今天講不完 第一點是特別多噪嚇 真的 講到港式戀愛多噪嚇 嚇死人 我認識一個女孩 她是不讓男朋友 或是後來的丈夫 總之身邊的男人 是不准聽電話的 不准聽電話 你聽過沒有? 我沒有聽過 如果有個電話打來 找她的丈夫 無論是男女 男人她也會害怕 男人害怕那些 異異的走過來控她的丈夫 女人就不用問 她已經不計年紀 總之有聲音 找她的丈夫 她就不喜歡 她就會 查根問底 這是什麼人打來的 跟你有什麼關係 是公司的 公司是什麼人 你跟她做生意 還是她的秘書 如果你的秘書就更加稠 為什麼呢 你的秘書給照片看看 沒有照片 就回去拍照 你拍照片看看 是朱八戒還是朱九戒 還是潘金蓮 一定要知道的 然後呢 所有電話 她就沒有錄音 她還沒想到這麼絕 但是在旁邊 就在旁邊 抹桌 就是做戲的那些 對呀 抹桌 抹椅 聽著你說的 自己的耳朵 對呀 一定要聽完 然後再要看有沒有用到密碼 有沒有好像間諜一樣 講密語 如果你說數字 她會特別留心 為什麼呢 你說 0948 她就馬上想到 你約了一個0948見面 或者是一些不知什麼密碼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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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死了 這個呢 我覺得就是 我觀察呢 這個港式戀愛 其中一個呢 就是 妒忌 喝醋到 真是極端的地方 但是那個男人沒有反抗的嗎 男人怎麼反抗 他不敢反抗 你敢反抗 即是他不會覺得 你這樣撐著我 我不行的 即是他從來都不會 還是他是逆來順受的 或者甚至他其實根本覺得沒事 那你一街見的人 刮那些男生 都可以 是的 這樣 這個動作呢 要不就即散 是 以後都散了 大家不用還你的錢 我不需要還你的錢 是 學某某某 就在後巷交換內褲 你聽過嗎 沒聽過嗎 沒聽過這個故事 哇 這個這麼出名的故事 在後巷 和明流太太交換內褲 就是我買了內褲在你家 你放了內褲在你家 然後大家現在分手 然後大家交換 不要放在你家 不再放在你家 沒聽過這個故事嗎 沒有 我真的沒聽過 不是八卦的人 你去到這麼嚴重 因為剛才你說 我正在想應該是 製作了那些 不是馬上新鮮滾熱辣的交換 大家不要在床下看到 我就認為新鮮滾熱辣多了 你說到這樣 我應該應該是新鮮滾熱辣的 昨晚用原味洗的那些 我看都是那些 那些有resend value 有resend value 有resend value 有 這個拿去賣 拿出去合謀公司賣 可能都會賣幾皮 因為剛才你說 電話的確還沒有很嚴重 當然香港暫時沒有這件事 但我看到外國 女生的醋是誇張得 要一個男士穿著她的T恤 穿著她的T恤 我是你女朋友那些 男士要出街 但男生肯穿 我暫時發現香港沒有 但有些醋到這樣的情況 不知何時香港女生抄 那個T恤是 有個女朋友的樣子 私印了下去 是 正如說我已經有女朋友 哦 英文寫下 或者日文寫下 英文寫下 我已經有女朋友 給個大頭上來看看 對 那個男生是一定要穿出街 那穿上高穿衣服也不行 我看相愛電報道 是就這樣T恤出街 這個是嚴重過電話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她已經有女朋友 然後這個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 是嚴重的 你見過什麼 我又沒有見過 不過我知道有些朋友 他們的電話 互相追蹤 追蹤嗎 我一開我就知道你在哪裡 長期有GPS看到對方在哪裡 這些通常是老公監視老婆的 男女朋友 你真是聰明 那男生說要先裝 是嗎 就是監視著 我朋友就是監視他的兒子 都多了 現在多了 真的多了 他怕他危險 小孩子危險 說而已 看來男人都覺得女人危險 男人改女人是因為心理 這個心理很有趣 剛才你說的 我覺得不應該印刷T恤這麼簡單 應該是紋身 紋身反而就好像 你脫衣服 一脫衣服就看到你的尊容 我女朋友就在 但紋身很難搞 分手又要打交叉 不是 心口 埋入心口 你埋怨就要脫衣服 一脫衣服就看到 嘩 你是女朋友嗎 可能有些不介意 有些不介意 你也不介意 而且黑色 你也知道熄燈也看不到 熄燈也看不到 喝醉酒也不知道 對啦 沒錯啦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喝醉酒和熄燈 我通常都不喝酒 又不熄燈 因為那個很明顯是清醒的情況之下 如果一個女生 在街上見到一個女朋友的衣服 其實幾厘都沒有人 基本上是 是啊 但是她說不怕 梁小姐說這個 對 她說有些女性 是專門尋找那些 有女朋友 或有老婆的男人 是嗎 有 這都是香港女人的戀愛官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 我想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都有 你不是能夠用民族去分 尼博爾也有 我還沒去說 我去訪問一下才知道 不過香港聽得多 可能是喜歡收華兵 或者是比較本地化的 這隻會更多 可能有很多人跟著 有很多男士獻恩勤 所以甘心被她刮也好 都會跟著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是本地地 會特別地多一些女性 因為經常都說是女神 等等事情 哦 我擔心 那個作用不是這樣 就是 她為什麼會試探一下 那個男生有沒有女朋友 或者她 都是要插腳下去 因為 就是試試自己夠不夠力 有魅力 真的 她自己是有些本錢 就沒有證明 怎麼證明 難道大家登報 大家做個 survey 叫香港大學 找個 survey 跟你做一下 有多少男生喜歡你 不行 現在最好 這個名人 叫蕭公子 這個可以 我們用來講 我們集中講 這個叫蕭公子 大家不要誤會 這個蕭公子是我們認識的那個 不是那個 沒有人 叫蕭公子 叫蕭公子 蕭是很有趣的 以前80年代和90年代 姓蕭一定是小姐 沒有人叫公子 一定是蕭小姐 整條 都一樣 個個姓蕭 不知蕭市公親 中親會這麼多姓蕭 蕭公子 唸得她的男人的心 就不是方心 就是為榮 就覺得是一種成就 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如果有得 好像你說 把蕭公子的樣貼在胸口 然後寫著 我作過她 這樣 就表達那個人的威猛 很多香港式的女生 覺得找了一些名人 公子 為什麼會覺得這樣 你看看那些八卦雜誌 做封面 那些這樣的主角 都是說自己 如何捏得這個 某某公子的衣服 又車陣 又什麼陣 什麼陣 都是一個懸疑的方法 男士 對 女士這樣 這樣就覺得很威猛 那些對象 你不可以找一個擺公 還是我擺公 搞定的 留天節目是沒有用的 擺公 你搞定蕭公子 可能你也是一個話題 我也是一個話題 沒有擺公 沒有問題的 擺公也有問題 可能就是這樣 擺公用什麼 搞定 喂 數三聲 數三聲 就要她碰就碰 可能兩聲半 就要碰的 蕭公子就二十聲都不行 那要問一下蕭公子 這個蕭公子 才行的 所以這種也是一種 炎耀方法 這個 我不知道大陸是否這樣 大陸通常我看到那種 那種炎耀 就打小三 你有看過那些影片嗎 有 嚇死人 好看嗎 因為你看到她那種扯法 還有兩個 或者多個女士在扯 摔角的形式 其實那種很 脫下的衣服 還有很大聲尖叫 狂鬧 一定是扯頭髮 還有扯她那個 扯衣服 扯衣服 扯光 扯光她的衣服 扯光她的衣服 那個小三 有幾樣東西開心的 第一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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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要展示身材 沒錯 第一要展示身材 第二 展示她那件很貴的 底衣服 沒有了 沒脫光 還未扯光之前 就看到那個 很貴的 什麼顏色 我又說給你聽 我試過一次 你又試過 我不是去扯光人 又不是被人扯光 好是說清楚 我也試過一次 就是有個 隨良半老的話事人 電視台話事人 下來香港 那些朋友就說 要請她吃飯 那就要請 當然要請這些 要吃香港海鮮的 吃完一頓之後 那些人就 喜嚷嚇就離開了 離開了 離開了我 因為我不知道有下文 於是我就 唉 沒所謂 挺身而出 反正跟她吃了飯 想著給她作為 我想不到自己幾十歲的人 還會做這行 他不是要求你什麼 他要求你去旺角 旺角 旺角方便 你帶她去買 底衣服 女人的 那不是包包 還是底衣服 女人的那些 我最初不知道 是這麼貴的 可以很貴的 可以很貴 他應該不會過 已經很貴中環 中環很貴 他不懂路 他懂路 就帶她來中環 只要蕭公子附近 有些真的又貴又薄又有型 真的比較好 真的比較好 幸好這個台長 女台長不是 他去了旺角 找到一間很大的 已經沒有貴 有些是這麼大的 很大的 帶她進去 我很慘 全世界 阿茂、阿秀、阿毛、小姐 除了大陸 剛剛下來的那個 不認識我之外 沒有人不認識我 沒有被傳媒拍到你嗎 沒有 我希望拍到 即是爆相爆片 我想拍到 就是我博人同情 大家可能捐錢給我 聽我這麼慘 寫了兩個前稿 要陪台長去買 對,抵衫褲 你是一個人多慘 幸好不是我們的中環 沒有錯不是中環 到旺角 已經有九點 這間工作還沒關門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要站在那裡等她選擇 那我很悶 還要刺工這麼多人認識 你站在那裡等她選擇 你有沒有幫她一起選擇 我都不懂什麼是好誤誤 我怎麼跟她選擇 我馬上問一下 那既然女士是最好的男士 你也要問你意見 他準備問我的 沒有問你 他進去裡面 沒有沒有 他屍身失無 你屍身失無 你屍身失無就最清楚了 可能受不了 一個人差不多年紀會 會殘 接下來 整個月不能吃飯 又不能做事 我便死給他看 這個比童年記憶更慘 這些老年記憶 你臨死的時候 在你的形象裡 全部都拿出來 死就死了 想得正面一點 可能你在測試人生的底線 沒錯 可能會有力 可能你之後發覺 原來這樣也不怕 我喝什麼也不怕 老虎也不怕 那我就沒有想到你這麼深入 我就 對不起 對不起 大姐 我不會說普通話 我隨便會聽就行了 大姐 不是叫小姐 這叫大姐 大姐對不起 我要走出去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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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他以為我出去吃煙 其實我不是 我出了一避 隔著玻璃看到他 這個又拿一件 瘦珠的又拿一件 雙金的又拿一件 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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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大又拿一件 細又拿一件 拿去試身室 逐件事 你自己 這多久啊 這麼多件 你等了很久 都等了大半小時 慘過由馬頭走來 更慘 本身大汗 沒辦法 你沒有選擇進去 我一定不會進去幫他 在外面看著他 逐個抽 我心想 這個台獎 你自己知道自己赤馬 知道自己的Cup 多少A B C D E F G 不一樣的 我要和你平反 男和女是很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尺寸 他穿的Cup 都未必一樣 是嗎 有時有些是小一點 有些大一點 是遷就他的設計 是嗎 有些是 所以真的不關他事 不關他 抽一抽 有些是幾千多元 最便宜的 有些是幾千元 是很貴的 原來大陸在大陸 可能他的省市沒有這些貨 他要回來香港 我知道你說哪隻牌子 沒錯 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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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很喜歡那隻牌子 明白 你知道嗎 如果去到這個價錢 應該有些功能 功能是甚麼意思 可能是有些矯形的功能 再突出些 再遷秀些 我甚麼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鋼絲 這些需要有特別的功能 有鋼絲嗎 因為男士是在外面的 總之用這些內衣 令到他看起來好像很正 都是給男士看起來 令到感覺良好 這個就是我後來的第二個問題 進去後不敢問我 黃麵婆 又不敢問我那些女 我來講 你解釋一下 為甚麼 他那件底衣 要找個這麼貴 和這麼漂亮 他穿給誰看 這些一定沒有情夫 他又不是播新聞的美女 那些一定要 那些一定要 那些一定要給首長看看 可能也有很多人看過 是嗎 不知道 那這個婆娘 穿來給誰看呢 我一路都不明白 難道回家 自己穿了之後照鏡嗎 很重要 其實 我想是 每個人不能夠開闊而論 每個人的要求都不一樣 但我想自己開心了也是一個需要 那件衣服你怎麼開心呢 我自己開闊 女人買東西是不用你喝的 我們買了很開心就可以了 買了很開心 而且穿了都覺得自己是漂亮 都已經很開心了 我們不一定要取悅任何人 我自己開心都可以 那這樣就有高潮了 不是叫高潮 是叫開心 開心和高潮不同 是不同的 高潮是一會兒 開心是永恆的 當然 還有賺到錢 有些給自己看 所以我經常說自己是婦女計權威 原來只是高潮和高潮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是假的 原來是給自己看 那要照鏡 我想也會有的 就是要照鏡看看 看完之後充滿信心 出來上班都威猛很多 罵人都大聲一點 有些人可能是 是不是 有些人可能是 有些人就不是 那我來說 有些人可能想穿給他的伴侶看 都有這樣的可能 又說回男人的心理 男人心理你穿這樣的衣服 我就第一皺眉頭 我第一皺眉頭 張主人都會皺眉頭 哭掌的皺眉頭 你看過他這樣皺眉頭 你沒有理由知道 但我估計他 他那些人就會問 你買了多少錢 那個阿嬷就說 我買了3,800 馬上什麼興節都沒有了 這兩位人興 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樣的 是嗎 等於你可能有些很貴的東西 你老婆問你多少錢 你本來是3,000元 你說我沒有幾百元而已 沒有老婆不問我的 如果我舉個例子 互相都會是這樣 我會問他的 他真的會很誠實地回答你 不是 一定會減到1% 不是 然後 然後他就說 我說不止 這件事我在街上看到也不止 他說 認識朋友買 沒錯 認識朋友買 有折頭 嘩 這麼大話都敢說 內衣也有些虛榮 例如外國某種ANGEL的品牌 他們都會經常行 fashion show 他們會覺得擁有了 都是覺得自己有能力 但是問題就是 行 fashion show 那個是少女 不是你老人家 只是投射而已 女士都是希望有這樣的感覺 即是幻想一下自己穿上 就是那個感覺 買來自己試試 自己穿完之後 幻想自己走上天橋的ANGEL 這樣又不出計 都出了 不過是遮住了 他不會這樣坦蕩蕩出去 但又覺得自己有 這個現在明白了 反正回來遮住 為什麼他還覺得是炎耀呢 因為炎耀者 就是要 展示給別人看 叫做炎耀 他沒有展示給別人看 他還怕 扣多幾個樓 扣到審核 扣到 幾個樓都扣了 一點怕走光都不肯 但是呢 他覺得是炎耀 所以這個心理 我一直都不明白 現在今天明白了 幸好請教你們 有這樣的女性 有時候是自己高興 有些可能是 雖然扣到上去 有些希望可以很不覺意地 讓周遭的人很不覺意 看到那邊都可能會有 不覺意見到都開心嗎 那些是另外一種 想別人偷窺度 或是怎樣 少少看到 又不要看到更多 可能要請教男士 男士不喜歡看光 可能就是偷窺 偷窺會比較高興 在安全地方就是 是嗎 不安全地方就不好 什麼叫安全 什麼叫安全 安全地方 偷窺一定要安全地方 即是他看不到 你看到他 那就正安全 如果 巴士很迫 你就隔著很多人 眼睫著 瞧著 瞧到 有個邊 你都很興奮 但如果你完全沒有安全 你正大光明在前面 開空給他看 你反而不看 這樣有趣 其實我想在香港 即是現在是開放了 以前是 好像有人穿 T-Bag 好像覺得那件事 很大件事 這個簡直要 回去品比祖先聽 穿T-Bag 我那時候在日本讀書 基本上我看到 很多女生都是這樣的 而是沒有人看的 沒有人看的 他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我在芬蘭 夏天 我看到那些女生 芬蘭少女 可能只有十二三歲 不過很成熟 每個都好像 特朗普的女兒 哇 都可以 很漂亮 原來寶丁的女兒更漂亮 寶丁的女兒 起碼42 F級 這個 這個 寶丁的女兒很厲害 不知道那些 俄羅斯的女生是很小 那些人 那些人 都坐在廣場 那些石級 那裡 一坐下 就全部看到她穿T-Bag 因為呢 她的T-Bag 一坐下 那條褲是低腰 就全部掉出來 但是呢 走過是沒有人看的 是有一個人看的 那我就是你 就是我了 死不死 就擺在公體 但是那些美女 從來都沒有介意 其實真的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又不是沒有穿 但是問題是 那些 血氣方剛的男生 都沒有看的 看都不看 太多了 這是分別男士的心態 很普遍 譬如天體沙灘 每個人都坦蕩蕩 覺得沒有特別的東西 當然 燃脂巾 每個人都很正經 凹到上頸 有個這樣穿 每個人都會裝 是不是那些男生的心態 這樣就要看什麼 天底沙灘 通常天底沙灘 那些 合起來都是神前吉 一定是 沒有得七老八十 最年輕的人 就五十六歲 哭難是神前吉 即是不想看 神言間你見到又有幾天睡不著 又睡不著 但這個呢 剛才你說的那些是香港戀愛心理 為什麼呢 其實戀愛的時候他真的想扮美 為什麼他扮美呢 要穿看不到的底衣來扮美呢 我一直都解釋不了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是男女 不要只是女生 男生你們兩個最初拍拖 當然是想把最好的面子給對方看 一定是這樣的 甚至男生你都會換過內衣褲 我猜了我不知道 新年也是 新年一定是 沒有很多花款 老母跟你換的 一大吉利是 不要穿舊東西 這個新年 你今天已經明白了嗎 明白了 現在明白了 這麼貴的幾千元都要買 幾千元都還買 買完之後又不是炎耀 純粹可能很流行 又不能外出 可能有一些想著 剛好遇到一件 都曾經試過有些女生擔心 不知道可能突然之間 可能遇到一個男生 可能晚上出事 那你都忽然之間不行 我本身是阿婆那些 就不太行 隨時都有一個裝備 現在有改聽我的故事 就是阿婆 阿婆去選 但如果她經濟有能力 她又開心 是啊 這就是你梁小姐覺得 原來她是用來求開心的 她不是用來圓耀的 不是給別人看 開心 是因為她自己穿了 她就覺得 我穿了幾千元的一套 一輩子她在鄉下耕田是不會穿的 現在國家開放 改革開放進步 於是她有資格穿了 她媽、她媽、她外婆 她外婆、阿姨從來 別說是這麼漂亮的 什麼什麼牌子 土豹裙褲都還沒穿過 而且可能他們由手袋 慢慢進行到 最裡面的一樣要這樣入行 說到手袋又有一個問題,我不明白 手袋有很多種 我不明白為何在中環 中環美女要買一套手袋 這一季要買一套手袋 買一隻就可以,裝到東西就可以 為什麼要買一套呢 你才同一個系列要買幾個嗎? 我也沒有 你不一樣,你老實吧 漂亮不需要的,漂亮的人就老實了 其實可能對於他們來說一樣 我不知道,有些可能是自己買的,有些可能是別人送的 如果你看看那些名牌,尖沙咀廣東道那些 那些偉大婦女的大娘 全部是買一套一套的 一旨就整套了 我就不明白為何她買一套回來 她又不是送給別人,她自己又用不完 她買一套這麼漂亮的 如果不要的問題,就是自我感覺很儲物 可能是儲物 可能男士都會儲物,或者某些東西都會一套 可能男士都會儲物,可能是儲物 有,有,我也認識,你認識嗎? 你認識嗎? 我真的想要儲物,我真的不明白 找個這樣的櫃 對呀,我有櫃子裝著的 又不是我們玩的 童年貝益的 童年貝益嗎? 所以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對呀 有一些年輕人 其實不是年輕人了 他們是二十多三十歲 他們從很早年的蜜當勞 買一套的年輕人 整套公仔 全部都放進去 但有一個條件 原來我也不認識 原來一定要未封,未拆包 對呀,那才值錢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破損 整件事很完美,沒有花,沒有其他東西 這樣才值錢 那不是把公仔放進去,是把膠袋放進去 對呀,是這樣的 是封起來的 封起來的 很明顯的是草 我早早不知道,我以為封起來的就是女人才做的 男人不會封起來的 其實男和女的很多事情都不可以說 那些女的很多事情都不可以說 那些女的很多事情都不可以說 整套麥當勞就放在那裡 一放就放了十幾二十年 但他又不賣出去 是呀 他就是草蜜那種性格 可能他要儲起來才安得 而且開箱又會怕他會爛,怕他會髒 就要用一個袋子包住他 而且也有價值,未開過 價值會高於你開箱 我以為只是女人未開箱才有價值 是呀,那些都是貴的 我想每個人的想法不同 可能他那個東西是麥當勞的物件 有些,可能是另外一些東西 男人就喜歡掃那些無敵金角 還有麥當勞那套玩具 他幾十歲都掃 女性有什麼東西掃呢 女性有很多東西 真的多了 我聽說,我衝一下這個女性專家 我經常說自己女性專家做到國際 誰知今天和你兩位一面 手袋,珠寶,可能有些會儲手錶 有沒有一些貴價不飽的東西會做呢? 貴價不飽? 其實衣服是最不划的 這個普遍很多女士都會做這個行為 買很多衣服很貴的 這麼不穿的? 未開袋的都有的 蛤?買回來不開袋? 兩種情況,一種就是太多了 扎在底部看不到 另外一種就是,經常都很想穿 但未到一個場合都是未開的 幾年之後都是未開的 那就是過時了 他又不是叫過時,經常都很不想扔 但是因為房子可能爆了 才很捨不得的 但很多是未開的 這是普遍很多女士都有這個情況 除了這些衣服、鞋襪、手飾之外 有沒有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好像男人的無敵金剛那麼瘋 就是吵這些東西 例如芭比那樣吵不吵? 芭比那樣吵不吵? 可能這麼多的年代都少吵 反而有些可能吵不同類型的男朋友 吵男朋友啊? 曾經吵不同類型的男朋友 最噁心的就是拔了什麼出來 找個膠紙蓮 他又沒有這麼仔細說到究竟吵什麼 但就可能跟這類型的人又拍過拖 怎麼會分類啊? 他又沒有特別分類 他只是覺得高尾的老闆 即是五呎四吋一雷 五呎六吋一雷 他應該每代都是量度的 但可能是職業或收入 即是律師界? 這個就是金融界 這樣可以選立法會 他一個人,但他可能已經是X了 即是留為紀念事,而不是同一時間出現的 基本上會很忙 即是過往我曾經試過的 即是像蕭公子那樣 他入什麼界? 不知道,他那些可能是很寬闊的 即是未有空去研究 他沒有特別講詳細 他來只是一個要求而已 會煮菜 有要求嗎? 會煮菜 其實之前我以為是的 但我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我知道應該多訂一件事 所以還有很多,我不敢說 我記得是這幾個要求 是嗎? 我不敢說 所以我經常都想介紹蕭公子給他 真的我們事故又想說 這個蕭公子多好 不用了 就介紹女王 女王一天煮到黑 但女王喜歡他才行嗎? 那我問問 因為要雙方 我先打一個Apps去問問 要問問女王 我不可以太高調地說 不過我從來不覺得女王喜歡他才會震 所以他就無法儲存 可能是日久生情 日久生情 我看 要問點嗎? 截處磨成針比較容易一點 小公子有很多 小公子不自在 大把 在中環街逛街 求求其其數了都成千 之前要爆的小姐 不同區域 他很熟路的原因 因為不同區都有X 你的區是印度、尼泊爾 還是 不知道 我不敢詳細問 我只是負責聽 這些之前不知道 我來了一方秀座節目才能聽到的 那女士 喜不喜歡一些 有癖好 喜歡儲存的男士 好看他自己有沒有癖好 因為有些很小事 例如儲存超入金等等都沒問題 例如有個學生是儲存的 蛤?不是吧 你搞什麼書的 我學生有很多老夫婦 他告訴我他家裡是養了很久的蛇 還要捕蛇 有尿烏養還是 不是他真的是一盒一盒的 不是尿烏 即是捕了蛋和賣得出的 不是吧 是的 他媽媽要幫忙餵蛇 是因為他不是經常有空 他媽媽要幫忙餵蛇 但是他打算是生意 但是後來發現要養到和要培植到 還要大賣才賣很久 而且價錢也跌了 所以後來隔了很久之後就沒有了 他買了蛇回來賣出去嗎? 他原先打算是 但當他由蛋慢慢再賣 有沒有市場? 其實有的 香港很多人玩蛇的 是的 但他不算是合合的 很多人玩蛇、甲蟲 很多不同類型的都有 我又見過養矮 你女朋友應該知道養矮也沒什麼所謂 但養蛇是很激動的 而且是很壓的 會壓的 是養有毒的蛇還是沒有毒的蛇? 他應該養沒有毒的 但比較漂亮是賣得出的 可能他生了蛋、暴蛋 整個過程 蛇暴蛋嗎? 不是他幫忙嗎? 他怎麼幫忙都沒不到 放在皮斗上 他正有燈、燈、燈、燈 是恆溫的 是恆溫的 但它是很大條蛇的 是一格格的白色那些 白色那些是貴的 我們放進去吧 廣西吳州白花蛇 這隻我試過兩隻美的東西 你給他? 不是 我不是給他咬 你咬他 又不是我咬他 是給他的主人咬 他在說什麼? 他告訴我老婆 這個廣西吳州來的白花蛇 很養顏 每個女人都養顏 那時候 聽聽之後都很驚訝 那時候笑不更事 又不聽我的拳 我說 走啊走啊 他不聽我的 女人是喜歡Tenny Gats 一養顏 多多錢都會 那怎樣吃? 不用了 馬上湯給你 吃蛇膽 想你吃蛇膽 很害怕 第一 那時候 現在在說三十多年 四十年 都值回票價 第一件事 就是看他怎樣湯蛇膽 湯蛇膽 你湯不到我湯不到 連探長也湯不到 湯蛇都可以湯到蛇 但我們是湯不到蛇的 他先抓著蛇之後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知道蛇膽就在那裡 是啊 然後就找一把刀片 以前剃鬚的刀片 很利用的 在蛇的胸上 咳 割一割 然後手就擠出蛇膽 然後有些東西扔著 咳 撕了出來 就丟進去 酒杯 原來是高粱酒 有兩種吃法 一種 就找刀片戒慮 一戒慮之後 就流出了膽汁 膽汁是綠色的 聽聞很苦的 我聽聞過 我不敢吃 我吃不到的 所以都挺苦的 通常人們不會吃 就放在一瓶高粱酒 當作藥 閉上眼睛 就放進口裡 就吞進去 就像我們吃死貓一樣 一口就吞進去 那時候是二百多元 二百多元 買米都吃 買米都不行 吃整個月 他就升任了 給那個人 騙了二百多元 就這樣咬了 咬了 所以我叫他咬荷包 咬了你的錢 後來我一定要找出 這個味道 究竟這個女士 吃了之後是不是滑了 經常就有空去摸摸 原來是斜了 給你一個直口 為什麼會斜了 我老婆要不要斜口 那是斜了 感受是斜了 二百多元 二百多元就沒錯 二百多元就斜了 心理影響到你 其實一次是不行的 可能吃十次 糟了 這樣就不要了 那我常常咬我了 很正常 我想香港女生 其中一件事 總會中的 就是靚了、滑了、年輕了 瘦了 所有這些錢眼 基本上他都願意給荷包的錢出來 是的 所以我一見到你女士 就第一件事 哎呀沒見那麼久又瘦了 今天為什麼不用在你身上呢 因為我第一次見你 如果第二次見你 我就說哎呀 你瘦了 最後說得很誠懇 我們如果太清醒的人 就會說沒有我肥了 所以你要看看對方 通常都是這樣的 你女生在任何情況之下 受到見骨也好 都會覺得自己是肥的 又說我的女兒 我女兒那時候二十多歲 二十一歲 她突然有一天 找一隻手指 有很多條線 她說減肥 我都不明白 瘦了 她說有些瘦,包完之後會瘦 是不是真的 日本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方法 比我多 日本通常都會發展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當然要試很久才知道 怎麼會找條線綁瘦 手指中指就會瘦了 應該說是瘦還是瘦 她的說法又因為你刺激到 然後就會瘦 還有心理 你自己覺得做一些事情 你查運 點著秘訣都沒有 終止有一個瘦位瘦 因為有很多方法 其實首先 你這麼簡單在那裡捲 一定是想用最懶的方法瘦 那些人 其實我連瘦身 連瘦位都懶的話 瘦手指搞定 他們就試 但當然行不行 最最後是磅 那些人可能連磅也懶得磅 所以最最後都不知道是否 又說自己瘦了 感覺良好 但實際上要瘦 其實要的方法都是平時營養師說的 等等的東西 但有很多古靈正怪 但我又不明白 問美女 為什麼瘦了是大家共同意願 文明社會 歐美都是 瘦了就是共同意願 收了一條茶就更好 何解呢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是香港 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 香港社會 對於肥或不靈的人 是有一定的批判 甚至會說出來的 瘦的嗎 即是肥 不肥的 因為我小時候是試過很肥的 適合我 你適合你 我最重要是肥 你瘦的那些我老母子說是肥爐鬼 我小時候有段時間我肥到那些HIP HOP的褲子 很寬的 我是緊的 你明白嗎 我是緊的 不是吧 然後小時候被人 精品了 極品了 被人笑我大山婆 被人笑我 因為那時候我經常游泳 皮膚又黑 黑妹 很多花名 然後你就會覺得社會上的人普遍都有歧視 我覺得其實肥都可以漂亮 肥就是漂亮 好像現在的欣怡 我覺得她很帥 是啊 但是現在我覺得是開放一點 但是女生仍然覺得要漂亮 瘦才漂亮 這是不是因為在歐美 那些設計師做的衣服要做給瘦 沒有人做給肥婆 肥妹 你走天橋就 你走天橋就走 天橋就走爛瘦 引致有個錯覺就一定是瘦比較漂亮 瘦當然它輕盈一點 肥就輪盡一點 所謂輪盡就是其實它走得慢一點 轉身又慢了 那不是等於它不漂亮 有些是漂亮的 譬如之前有個藝人小小粒 很大份的 但是它漂亮 小小粒 我一直都不敢問她 你哪裡小小粒 反差的名字 但事實上在這個角度當中 其實肥是一般人 也有些朋友告訴我 立即看到一個肥人心裡這樣想 一定是懶的 一定嗎 一定是懶的 肥婆就懶嗎 肥人都懶 對 覺得肥就是懶的 有些人是等於的 因為你不做運動或放縱自己 有些人是這樣負面的看法 是嗎 其實我也看過類似的 不過我看過一個研究 就說 為什麼人們聘請人的時候 普遍未必會聘請肥人 因為她覺得她本身的自我管理 有問題 但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可能有些人真的是 但反過來有些人可能本身的jeans 她是真的喝水都肥的 是啊 那她都不想的 就等於我的女兒 而且她的jeans是肥婆的jeans 但我覺得有些肥是可愛的 而且有時候太瘦不行的 我們喜歡看一些研究說 我們最開心看到什麼 就是女士最怕下半身肥的 或者一個屁股比較肥 經常說一些土生的樣子 我媽媽說這些好東西 矮婆多仔 以前這些位置都很肥 你也是嗎 因為我試過被做副師傅罵我 我的腰部又肥 她說搞錯 你的curve怎樣和你整褲 我媽媽說這樣對我沒有辦法 但是是好的 好像很生緣 以前是一些上品來的 精品來的 現在不會 現在喜歡穿褲子 或者穿褲子 或者廣告 經常叫女士 例如早上吃蜜片之類的 牛仔褲子很窄 穿到才叫漂亮 例如一般人就會這樣才覺得漂亮 我也覺得那些設計師 或者畫公仔的人 是一種美的霸權 將美在她的設計和畫中做了一個霸權 由她去決定什麼叫美 其實應該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下 我們覺得順眼就沒有 不順眼就多漂亮也沒有 但我也不是潮流 我不知道設官有沒有看女團 韓國的女子組合 有 那些腿身材是很正的 其實為什麼不斷再做 都是男士喜歡看這樣的身材 才不斷重複重複重複 是這樣 這個我又說說我70年代在韓國的經驗 南韓 南韓沒有去過 南韓那時候在某間電影公司做製片 差不多每一個月都要去南韓 但當時南韓沒有什麼大酒店 沒有什麼大的拍攝 多數那些人喜歡香港的明星去那裡拍片 但是為什麼去那裡拍片 因為那裡便宜 真的很便宜 你知道 去到南韓一定要認識一下寒妹 任何年代都是這樣 但是你會發現寒妹 就有個非常大的特點 必定小腿短 腳刮鬍就一定大 即是以前的甲祖腳 是甲祖腳 他老一點就變成大鬢雀腳 他老一點就上下就齊齊齊齊了 即是大鬢雀 對 拙聲的 大腿一定是下下的小腿那麼短 大腿短是有個問題 因為令人的感覺很矮 所以很少看到韓國的少女穿泳裝 一穿泳裝就暴露了大腿和小腿的短 像潛水衣游水一樣 沒錯 那些海女都是這樣 海女都要穿泳裝 阿拉伯的泳裝 現在或者現在的大貓 連著臉包 臉超人 那他有兩袋東西 那兩袋東西有名字 兩袋東西 對 前面的兩袋東西 那兩袋東西我們叫做兩袋米 那那些男士可能喜歡這種重量和尺寸 這兩袋米就是結婚的那些而已 未結婚的那些就是荷包打得不如 什麼都沒有 怎麼側這麼軟 對 在韓國是這樣的 那個樣子現在就很漂亮 每個人都說是漂亮 但是當年韓國少女一定是扁的 眼睛就扁的 眼睛的那些青蛙 現在不要說芝拿青蛙是蒙育性 但是她一定是蒙的 那些可能是正宗的中國蒙古種 全部的眼睛是蒙的 是一條線 是一條線 而且她的鼻一定不高 全部是扁的 就像蒙古種 沒錯 是蒙古種 眼睛一定是一條線 就是一條豆豉 還有一件很激的 南韓妹 就是她全身散發一些攪頭味 因為她要做蒜的 因為她要做蒜的 蒜的 因為蒜的也要吃 連出汗也有蒜的 對 也有蒜的 不只是說話 說話更加很嚴重 你坐在旁邊 已經聞到蒜的蒜的 即是跟印度人茶油 那種味道的感覺 沒錯 所以你說 跟她一齊 你一定要吃得起蒜的 即是自己同化 你受不了 男人也是這樣 男人都會有蒜的 已經同化了 現在就沒有 這麼誇張 對 而且一定不會超過 五呎四吋 女生 一定是矮的 不知道為什麼 女生矮是不是OK 男士不喜歡女生 不要太高 是不是都OK 看看你怎麼用 怎麼用呢 拍戲 拍戲就不夠了 拍拖就好 有那個男明星是五呎六 就夠了 韓七五呎八呎就不夠了 要什麼賤 都OK 所以那時候 沒有韓國女生 最麻煩的那個叫吹銀雞 吹銀雞 吹銀雞 你聽過嗎 你聽過嗎 你真是年輕 你真是年輕 吹銀雞 後來被韓老了去做間諜 說他間諜 叫吹銀雞 叫做漂亮一點 可能北韓喜歡特別漂亮的 不是 他老了去 不知道是被騙了 Fat Will 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那個是全國最漂亮的 全國最漂亮的女明星 出人計 韓國小姐 就好像未曾入過任何位 那時候沒有整容 對 這個國家進步 看完他 原來是整容國 對 他可以整得差不多樣子 之前的選美 全部都是一樣樣子 對 全都是一樣樣子 真的厲害 我也不明白 男人沒有整容 女人 有 男人都有 都有 他們都想著可以整容後 可能供一些他們做事的機會 或者找另一半的可能性 這些都有可能 之前也試過有個廣告 生了出來霍不對版 滾紅 滾黑 總之 男和女都很漂亮 但是生了出來 小朋友就像蒙管正 回家 兩個本身都是蒙管正 整容後生了出來蒙管正 有個廣告是有這樣的諷刺 當然那兩對模特兒就不是這樣的 但是他也是在諷刺 整完之後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問題 我也是很不明白 為什麼女人喜歡整容 明知道大家整完之後 就像夏衛衣一樣 老了就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還有女性喜歡 美麗了才算 美麗了才算 怎樣 夏衛衣那些已經有很多年之後 你現在整完這家美麗最重要 早整早享受 話知道你八歲成什麼樣子 想不到那麼遠 如果想到那麼遠 他可能會用心做運動 吃東西吃得好些 但永遠都是又不做運動 又很累的做到自己的殘忍 但是整整整整整得漂亮 所以馬上要漂亮 所以就有人整容 我就覺得奇怪 就是每個人看到整容之後 那些直 那些叫直 硬直 硬直 我放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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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icon Sorry 英文叫Synicon Synicon Synicon 大家就知道這些Synicon 將來就會殘了 如果上飛機 那些又可能很不適合就爆 不是爆炸 是爆 就是裏面爆 對,裏面爆 又會流出來 通身也是 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有沒有害 又會生乳癌 總之 就是 我就不明白 為何明知有這樣的害處 還走去 原來就是喜歡 說知你 總之我喜歡 現時的漂亮 那你想漂亮的需要 是長大 那種害怕的時候 他就會弄 因為 又這樣說 有些 本身東方女性 我們沒有西方那麼厲害 可能別人那些 最起碼是C級 你明白嗎 但香港 譬如普遍 你不會有 每個人都這麼誇張的時候 而 發覺可能男士有這樣的需要 男士有需要 男士沒有 通常都是 娶於男士多些 是嗎 這個一定是娶於男士 沒有什麼女性喜歡 揹著兩個木瓜 骨頭的 我又不是很同意 不是,小公子可能會同意 他不是那些缺乏母愛 就會喜歡 可能有很多東西缺乏 所以需要 又不是缺乏安全感 這個缺乏母愛多 但是 普羅的男士 我認識的那些都不喜歡 有些是說不喜歡假的 不喜歡假 又是不喜歡太大 但我見過最大的一個 我不是親眼 不用澄清這麼多 親眼 這個叫做萬德思菲 叫做Mansfield 這個就是六十年代 美國最大的大捕魚類動物 大捕魚類動物 這個真的大得緊要 大過馬尼蓮夢露 大過蘇菲亞萊蘭 總之 蘇菲亞萊蘭有一幅相 在他後面 看著他 當堂自殘形為 這個Mansfield 這麼厲害 但是 我未見過那個男人 說 很喜歡Mansfield 這個 那是不是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誇張到這樣 我想 他 四十幾 不是個歲 腰骨沒有事 對 腰骨一定有事 而且他戴著那個包袱 他一定要幾條鋼絲 如果沒有鋼絲 他真的會死 背得太重 有一位明星 我不說他的名字 這個還在世 他也是很大的 他第一件事 一跟我喝茶吃飯 跟任何人都是同學 就先把他放在桌子上 他不放在桌子上 減輕 減輕負擔 你知道嗎 腰痛的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 他已經沒有辦法 你們的感受 腰痛 先把腰痛 肌痛 肌痛 但那個不是因為整 是天然生出來 天然的才能減輕 那裡合起來 也有十磅八磅 其實他可以考慮縮胸 可以的 可以的 真的有些人會這樣做 其實有些人會這樣做 他不再迷戀自己 覺得很厲害 很誇張 他們很多覺得很麻煩 有些是天然的 不過我也認識一些 他本身是天生很誇張的 例如我們比較小的 就會覺得別人很激動 你也不是 先說一下 不要自備 你對的 但我認識一些很誇張的朋友 他簡直說 我一點都不喜歡 跑步不方便 小小給他 永遠有 然後他買衣服 永遠都很難買 就算買衣服 也有一些 不是每個尺寸會配到他 其實是小的又很想要大 大的又很想要小 尤其是他喜歡運動 跑不了步 躺著躺著就是要命 是啊 但是那些人都可能去做 是真的為了高興那一刻的 高興 所以我的朋友是因為要取悅 今天不應五個 玩了六十分鐘 好多謝兩位今天 我學會很多東西 我一輩子快七十歲 未聽過那麼多婦女知識 有時候看婦女身知 看婦女身知也看不到這些 真的 這是第一種經驗 第一種經驗 未試過兩位美女坐在左右旁邊 雖然不至到左擁右抱 都左右逢遠 這件事也未試過 第三個 又未試過 跟美女說這些話題 這些話題 又要說得合適聽 更難 只有兩位才高八斗 所以特別多謝兩位 謝謝 又多謝我們 孫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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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給我們錄影 真是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我們也三生有幸 對 有機會同志觀 謝謝她 兩位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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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